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都说一夜之秋,现在是波特兰的秋天 今天,我们就和这则美丽的秋色 漫步在波特兰市中心的街头 继续聊聊在赌场里当发拍员的那些事 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留言 我这都快词穷了 看到大家的留言,我突然觉得我又有话说了 前两天,一位朋友给我留言说 他也正在学发拍,问我有什么是必须要学的吗? 不得不说,这位仁兄真是命好呀 想当初,想当初感觉好像很遥远了 其实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当发拍员之前也是一头雾水 英文让我着急上火不说 对于赌场里的发拍员都需要会什么 更是两眼一抹黑 找遍了全网也没找到一个想要的答案 最后我也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所以当看到有朋友问这个问题 我给出了详细的解答之后 还是想做个视频出来 让更多想了解赌场发拍员这个行业的朋友可以看到 赌场的纸牌游戏也就那几种 但是每家赌场可能会稍作改变有不同的玩法 所以即使是已经做了几年经验丰富的老发拍员 换了一家新赌场之后 也需要一些时间来学习和适应新的游戏规则 我的同事就形容他第一天换到我们赌场上班的经历 是惨不忍睹 而且即使是专业的发拍员培训学校 也是根据当地赌场的需求来培训新人的 我们赌场是免费培训 所以一开始给我们的培训课程 都是赌场安排好的必学内容 其中有二十一点西班牙二十一点 德州普克三张牌 这其中还要学如何洗牌切牌发牌 拿取筹码 收支筹码 整理筹码盘 换钱以及这些操作中需要使用的话术 在我们通过了发拍员考试 入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赌场的培训学校就会根据发拍员工作的不同班次 安排新的课程发邮件给我们 接下来的这些游戏就是自愿报名学习了 向我们赌场接着就安排了另外的两个纸牌游戏 Let I write和Chester Flush 然后就是排酒和百家乐以及轮盘和正骰子 对于在我们赌场工作的发拍院来说 我觉得必学的是二十一点西班牙二十一点 德州普克和百家乐 因为这些游戏都是占赌场很大比重的 也是很多玩家喜欢玩的游戏 除了这些必学的游戏 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学习了 不过总的来说 既多不压身 能多学一点是一点 而且赌场也为了鼓励大家多学新游戏 有些奖励政策 比如我们赌场 如果你学会了百家乐 轮盘和制骰子这些游戏 每小时都会在基本工资上增加0.25美金到0.5美金的收入 虽然看上去不多 但是日积越累下去也是不小的数目呢 制骰子对英文要求比较高 所以对于我来说有很大的难度 而且我现在晚九着午的工作时间安排 也没有任何的培训课程适合我 所以我就先安于现状了 一转眼我在赌场工作马上就一年的时间了 当时我自己哆哆嗦嗦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 我还清晰在目 只是现在多了一点点经验和从容 我觉得发牌技能真的是熟能生巧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刚开始的慢 或者听到别人的抱怨 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笨 我在工作中有两次被别人说 我支付筹码的时候慢 由于他们都是亚洲人 所以他们跟我说的时候还特意强调 嘿我们是亚洲人呢 意思是这点计算对于亚洲人来说 那都应该是小菜一碟 职场中谁没有从头开始过呀 今天我算的慢不代表我一辈子都这样 而且就算说这样话的人智商确实比我高 但是他们的情商也绝对是负数 这样对别人说话不是缺教养又缺心养还能吃什么 所以对于不管是想在赌场做发拍员的朋友 还是想换新工作从头开始的朋友 我想说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遇到这样的傻缺直接无事就好 我们要静下心来专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 还是那句话 慢一点真的不是问题 随着工作时间的积累 往后想慢都是个问题 在工作中不出错或者少出错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这就是这期的视频内容 希望能够帮到对赌场发拍员这份工作感兴趣的朋友 你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哟 就别再问我微信和Facebook之类的了 我这点能力还远远达不到开一对一私人课程的水平 而且时间和精力也有限 不能一一单聊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咯 拜拜